怎样才能开悟 真诚到极处 没有诚意 诚意里都有四号夹杂 都不能开悟 这个法是真的 纯真之法要用真心 妄想跟他不相应 秘诀就在四地 用真心就成就 用妄想门都进不去 无足天天讲 他为什么不开悟 在无足回家又用妄想 能大师这个地方 这么短的时间 怎么一说就开悟 用真心 我们要注意这一点 你要用真心 成佛不难 你用妄想 修无量戒 也不能欺负 用真心的人 决定不吃亏 现在人观念 别人都骗我 我怎么可以用真心对他 不要怕 骗你也好 欺负你也好 陷害你也好 统统用真心 他把你害死了 你到极乐世界成佛去 他有他的业报 是他的思绪 用真心的人 占尽了便宜 用妄想人 永远吃亏 这个道理要懂 哪一个开悟的人 不是用真心 哪一个往生的人 不是用真心 真心里面有掺杂 往生品位低 身同居度 方便度 往生的用真心 直接到十八图去 不过念佛的人 占大便宜了 真心里都掺杂一点 忘心也行 身同居度 身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四十八围就加持你 你跟施暴徒弟 发生大事 没有两样 智慧神通道理 是平等的 这个便宜占大了 这要感恩阿弥陀佛了 谁给你的 阿弥陀佛给你 佛恩比父母大了 大太多了 所以 一到极乐世界 你就有能力 道家自行 道社方世界 包括先前这个世界 你一些苦难的 有缘人 你通通 有能力 读到 那我们就想了 往生的人 不少啊 我们现在苦难到极处 为什么不来呀 来了 你不认识他 来了 你不相信他 来了 你怀疑他 所以 他没办法 顿 你要是用真诚信的话 你早就得度了 这是四十真相 不能 不知道的 时 你费 我 移 读